包括像林志玲也是 那么她最近呢演的电影赤壁 获得香港金像奖提名最佳新人奖 那么林志玲最近也接受了杂志邀请拍摄封面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画面 就是林志玲穿着缤纷的华丽晚礼服 拍照场景呢 却选在悲情城市九份 还有布袋戏文物馆跟菜市场里头 就现场我们看到呢 不管是九份里头的阿嬷 还是小孩子都无法抵挡林志玲 甜美的笑容 声音甜美的名模林志玲 身穿一袭缤纷华丽晚礼服 现身悲情城市的场景 来到这拥有独特老旧建筑风味的九份 林志玲换上一袭紫色丝织礼服 瞧欧迎阿嬷看着眼前的志玲 也跟着害羞起来 为了让阿嬷在拍照时表情轻松 林志玲亲切的请阿嬷 把面粉粘在她粉嫩的小脸上 就连工作人员也笑说 志玲姐姐的脸当场变成偶遗脸 不过林志玲面对菜摊阿嬷 就算头戴柚子皮装可爱 阿嬷也是震惊为座 你在看哪里 你一直看近 当好名模林志玲 受邀为杂志拍摄台湾特辑封面人物 场景从九份到国宝李天路的布袋戏文物馆 林志玲的每一个角度都有不一样的魅力 手持布袋玩偶的林志玲也不时流露出同志神情 才刚因为电影赤壁入围香港镜像奖最佳新人奖 林志玲出事提升 就在大一幕有不错的表现 从模特转战电影 在国际舞台展露头角的他 拍杂志宣传台湾不遗余力 要用无限亲和力 把台湾的传统文化传递出去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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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新闻吕嘉贤杨艳艾地台北报道